那個先住在場 各位母親們 那個母親節快樂 耶耶耶耶 謝謝 你坐吧 你坐 很感謝今天有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NEPLUS主要的產品 叫做SOD Super Oxide Dismutage 那這個東西 並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那在人類在1938年 就已經發現了 那我們在1930年發現了 叫Free Radical 叫自由機 那自由機到底是什麼東西 自由機曾經在1940年 得了諾貝爾獎 那就是我們人都會生病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疾病 那最主要的核心的原因 這邊在場有胡醫師也在 都來自於你的細胞生病 那細胞生病 當然就影響了你的器官 各方面進入衰竭 各方面 那 所以自由機的發現 對人類來講 在1930年代 這是一個找到一個真正的元兇了 但是大家就要看 我怎麼對付自由機 所以當然陸陸續續的研究上 發現了很多東西 那在1938年發現了這個SOD 那怎麼發現的 基本上是在牛的身上發現的 那也是來自於一個醫生 那他同時也是一個農場的主人 那他的孩子 壽命順便幾天了 那所以他很心痛 他也救不給他的孩子 那 所以這時候他孩子 他就問他說 你希望吃什麼 爸爸弄給你 那孩子說我想喝牛奶 那他就跑到後園 他們自己農場 他就去吃牛奶 那因為孩子即將離開 父母非常傷心 所以他在擠牛奶的時候用力了 所以把牛的這個擠破了 所以相對的 這個牛奶裡面有牛的血 那給了孩子喝下去以後 孩子居然病好了 本來沒有藥醫的東西 居然病好了 所以才下去研究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東西 讓他的孩子病好 然後找到了SOD 所以從此以後 SOD大量的這個論文 就開始在研究 那早期就是從這個牛血裡面 也去體戀 在80年代以後 聯合國禁止了 在任何動物身上提取東西 原因是什麼 因為動物的細胞也是各種 你為了解決這事情 但你又帶入了其他事情 所以牛血又不能體戀 那接下來就大家再找 從植物萃取 從各方面萃取 那因為它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們這樣講 過去的SOD大概每一個活性 好 等一下我再介紹什麼叫活性 過去的SOD 所以每一個活性的成本要一塊美金 好 那我現在每一公克 就可以到220萬個活性了 那相對的你把它攤開來講 每一個活性的成本 大概很便宜 那就是表示什麼 不只人吃得起了 連動物都吃得起 我剛剛講 我們過去是連人都吃不起 現在是連動物都吃得起了 那等一下接下來跟大家介紹 N1PLUS到底在做什麼 好 那 好 下集內了 好 下集內 鼓勵 好 下集內